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钱元的十二横的 那么咱说解释 钱元就是啊 钱元那个赞美大的啊 大的钱元万物自始啊 前面说到的啊 钱时就是大代钱元万物自始的意思 时呢就是元就是钱元 因阴阳不变不能通气 因阴阳二级要讲究变化的 如果不变化不能通气 这个其实因阴阳二级 这个二级本身就不能够 不能交通的话万物 没有得到阴阳二级的话 这样交通万物就不能生长 所以啊这里要讲那个 开始啊要这个十二横的 横上很通啊 开始要要很通啊 要通啊 所以是钱时交坤 钱的这个阳气啊 开始这个坤的阴气啊交流 那么一阳通阴呢 这叫做十通 这就是天地万物 包括一切的动物在内 由太极本体 起了这个阴阳二七 然后开始作庸的时候 最初就是二七啊 原来是混乱一体的 然后到了阴阳二七的话 这就准备开始讲庸了 讲庸的话就是 二七就要就要流通了 开始横这 注意在这里 在开始通的时候啊 圣人明了 普通人不明了 普通人不明了啊 他一交通啊 这一交通啊 不明了这个道理啊 就乱了 一乱的话 遇到后来越乱了 所以很多的这个 出现这个 世间这些 生灭无常的事情 出来了 圣人知道这个 从开始来交通啊 他无论怎么交通 他看得清清楚楚的 阳气也是从太极起来的 阴气也是从太极起来的 在开始用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正常的用 无论怎么用啊 都不失本性 也就是说 就是我们在世间的 比如说圣人啊 就是闲人 过去就是中国的读书人 读书人他遇见任何事情 有变动的时候啊 他都用从理心上 来求解决问题 不用情绪来 跟人家发生的斗争 所以中国文化 那个就讲那个 治国拼天下 拿什么治国拼天下 古诗祖宰家 跟谁学了 跟那个 长出这个厨房 那个厨师来学 厨师懂得 做各种菜肴啊 菜肴它配合得好 甜酸古拉下的五味啊 就是由 阴阳二期分开来的 他懂得阴阳二期的话 做出这个五味调和的 正好 既适合人的口味 又适合人的身体里面的 熟悉的阴阳 这个食物吃进去啊 对身体里面 阴阳二期的运作啊 只有调和的作用 没有冲突的作用 就出师叫协理阴阳 那个当宰相的啊 调和顶啊 就是修出师的调和顶啊 也就是协理阴阳 道理一致的 那么这里 甚至了解啊 开始阴阳二期交通了 从开始阴阳二期 就注重着一个横东 注重着一个通子 通就是没有一切障碍 为什么没有一切障碍呢 他了解阴阳二期 都是由体启用 不能够乱用 不管怎么用 你都要看到 他这个语言器 这个前缘的语言器在那里 我们反复 学这个就要知道 就学个通啊 学个通的时候 在设想办事 看设想的各种 那个现象 就明白了 解决问题 怎么解决法子 自己也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